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咨询议程进入第三天 6号一早一是由市民代表江如林、黄达翔、蔡毅中、蔡毅阳各别轮番上阵 尽忠职守为民发声 花莲市民代表会在6号继续进行市政总咨询的议程 首先由市民代表江如林进行咨询 他除了针对花莲市的垃圾问题提出戒严 也很关切清洁队员们的健康与安全 那100年的时候我们的掩埋场已经关闭了 因为没有办法复合我们所有的垃圾 那我想针对说就是环保署给环保局的一个经费 3870万是用在什么地方 让花莲市的打包垃圾能够做得很圆满 那我希望说起之一名、用之一名 经费用于最有效力的配置的地方 让我们花莲市的垃圾能够打包得很顺利 那也不会把这些垃圾造就整个大花莲市垃圾问题 能够不是很OK的地方 因为我去看了结果我们打包的地方 真的是不是我们清洁队员能待的地方 那我也希望说县府能够重视我们这一点 环保局能够重视我们这一点 让我们清洁队员能够一个好的环境 市民代表黄达翔只是针对路灭的积水问题 还有道路标线划设提出的意见 新兴路支线开通后 我发现说我们的到府前路路口 这两段有严重积水 行车安全上一律也在提升 那大城二村它的出路口 原本答应我们在四月要通车的部分 也一直迟迟上位通车 那是不是也请施工单位 竞速把相关问题解决后竞速通车 提升他们行车的安全跟出路的安全 这个针对永兴路跟中美路口 它因为朝划线划设的非常大 那让民众会认为这是一个罚单的一个陷阱 那也一直持续跟公所在联络 沟通这个行川线 这个黄网线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有获得相关的改善 那大家也还在讨论当中 而市民代表蔡益中 则是针对市区道路开挖问题表达关切 希望市公所可以和管线单位做好协调 还给民众一条安全平准的道路 这次我们配合花莲县政府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以及感谢县府给我们公所的经费补助 我们完成了重庆路 中华路 和平路到光复街 我们全区域的道路新铺工程 那许多民众反映说 会不会我刚铺好的道路又开挖了呢 所以这次主要就是跟公所来讨论说 希望各管线单位 包括中华电信 台电 自来水公司 都能够遵照相关的规定 去跟公所做申请 并注重完工后的回铺的品质 希望公所做要求 那公所也同意说 我们未来会积极地去监督施工单位 回铺后道路的美观问题 以及安全问题 面对逐渐老化的社会 市民代表蔡易洋提出了 全灵化公允的概念 希望施工所在打造亲子公允的同时 也可以增设高强度的运动器材 让民众对抗激少症 我们台湾社会面临老年化的社会 那超过20%的老人 那还有我们的失能者花莲县 是全国第一名的比例人口 那针对这样的社会问题 社会的环境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善 我们友善便捷的城市 第一个就是无障碍设施 那我们要友善一些 我们的失能的市民 还有我们的长辈族群 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降低 这一些失能的人口 这一些比例 就是我们要有提倡 我们的运动风气 是提高是有强度的训练 那在我们施工所提报的 公园穿租计划当中 有很多的亲子的设施 那我是在这边建议 施工所可以朝着 全灵化公园的方向来去争取 那提供给我们的市民 有一些强度训练 一些新银的运动的器材 那来感染这个市民运动的风气 那提高它运动的强度 它就可以降低它失能的风险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建言 市工作相关科室主管一 给予回复说明 同时也表示 只要是市工作管辖及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就会许立群花联市报道